哈喽大家好我是永豪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就会绕一绕三国战机的19 这次呢比较的特别啊 就是一个双屏幕的一个19 因为的话呢这个不少人一直都问过我 无论是直播还是什么都问过我 这个19这个魔章的速通记录到底是多少是吧 那么呢咱们这里呢一起就来看一局 好一起来看一局 这位置呢我是在反复的多次以后啊 多多少次我都记不住了 多次以后呢才把这两个张飞呢几乎调到了同时落地啊 刚才我目测右边的张飞还早落地点 那么呢就这样吧啊 再细的话呢我也调不来了 然后呢时间器放在中间 两个人呢共用一个就OK了 之后呢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套路呢基本差不多 左边的话呢是这个一语金声啊 然后呢右边是空白啊 这是呢两个人打着一局这个各自打着一局啊 要紧的一个魔章手招 之后呢通过这局呢你也可以大概看一下啊 这次从我们一个记录啊 现在很明显的左边清平稍微快点是吧 左边的话呢在第一个画面的时候呢 小平走位比较不错 左边这里呢丢了一个土雷 这个方案很好啊 左边土雷右边一起杀 有机会踩空手师 一个金桌 哎这下基本跳了 还捡了个修剑 可以的 这里你可以看到呢 左右的这个策略方案呢完全不一样 右边呢就是认可打这群手师了 这样你可以看到双方的时间 左边呢从这个下穿舱的时候呢1分04秒 来看右边 右边下穿舱1分11秒 这样的双方在策略之上呢就差了6秒钟啊 差了6秒钟 当然了这个左边这个跳去肉食成功的话呢 运气成功也是很大 因为这个的话呢基本上是不会成功 左边这里呢少捡了一个金桌啊 来看右边 右边没捡 这个位置呢其实可以捡个金桌啊 我是习惯于捡个金桌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伟连嫂子的一个成功率吧 伟连的话呢也就是可以认定为是无限连 这里呢是三猪用完之后刚好升级 左边的运气非常好 右边呢也是同样的一策略 之后呢左边这位置先拔头筹啊 1分47秒 右边的话呢嫂子呢是防御了两次 运气烧险有点不太妙 1分54秒 这样的话呢双方的第一关的差距是7秒 整体来讲呢第一关 没有什么操作上和运气上太大的一个差距啊 左边的话呢是打了一个极限方案跳训终师 也就是说呢一语这边 打了一个跳训终师 这样呢双方的这个差距拉开了 拉开这7秒钟的差距后边怎么能弥补呢 后边想弥补的话呢 可能一是靠左边失误 但是呢主动的失误呢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失误 另外呢就是靠运气了啊 因为速通的话呢很短的运气啊 尤其呢是你打的 哎这个你看左边这个运气多好啊 一个神龙八尾四杀啊 这就是运气好来看右边 也是同样 神龙八尾三杀 你看这吧这里呢就需要再花费 大概两秒钟去杀另外一个小兵啊 这就是运气 怎么追时间呢大概就这么追啊 对于这个顶尖高手来讲呢 这个基本上啊在操作持平的情况之下呢 基本上就是运气了啊 当成小兵他给不给你打啊 比如说你扔个锈键 人家就同样你俩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角度扔啊 你就中俩人家就中仨 比你少打一个 你扔莲花是吧 同样同样位置同样的就同样的角度啊 你直接一撇你中五个他中四个对吧 这就是啊运气上带来的一个时间的影响 那么呢这个位置呢双方是同样的路线啊 路线就不都做介绍了 这个位置呢 左边的魔杖差点分升级啊 这级一定要升啊 打马王之前必升四级 右边已经升级了 左边也升到 那么我们来看 马王的套路呢是三套连招 这里呢第一套撞住黄石弓 第二套打一个反撞 说话很纯属 第三套直接是打一个四柴一平砍 减黄石弓 秒跳黄石弓直接丢 他这里呢有个细节就是 人往马王那个位置走 然后呢马王就基本不会位移 你看他这里就没有位移 不是你看右边这里就没走 右边没走的话呢 就是需要的运气人分更大一点 因为呢马王这怪在中完一套连招之后呢 他很大的程度呢会向着魔杖来走啊 当然了他这个呃运气神门大点的话呢 好处就是你魔杖不用走那两步 能省个大概一秒左右中啊 这就是高峰跟眼高回报吧 大概就这样吧 可能好多人说那会差那一秒多多吗 看到最后你就懂了 看到最后你就懂了 这这局的话呢也是 目前为止啊 这个119 呃最快的两句魔杖了 左右屏幕是不是一边大了 我这个眼神 我看左右屏幕好看是一边大 我这个眼神也是 呃你们也懂啊 这个不多说了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 是走一个滚石阵 走一个正路 然后跳一个梦幽啊 熟悉的路线 左边这位置呢 选择打到一边不杀了啊 看来想控制一个分数啊 右边这个位置呢 也是停手了 等到这个小兵跑 然后呢贴甲 黄蜂 神龙 飞碟一丢 没有丢飞碟 他这里选择流露飞碟啊 这个飞碟 其实丢与不丢差不多吧 呃你丢的话呢 这个小兵被钻死 跟你打死的时间差不多 只不过呢 这个飞碟啊 这个格子早晚得丢 他得空出来去捡后边的道具 那么呢继续清兵啊 神魔杖呢 主要的清兵技能呢 就是这个神龙外围 啊这个呢 在速攻里边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技能啊 这个人物为什么能 是19啊 人物 哎 左边这里运气有点背 小兵跑了啊 他扔了个锈键 他怕啊 PNA打到喝酒的光瓶啊 实际上他那位置根本打不到 右边这里呢 在这个画面运气就很好 是吧 小兵呢 没有跑 啊 没有跑到左上 这样呢 你就不用花时间去追他了 那这样呢 右边凭借这一小块的局势呢 又稍微追回了一点啊 双方目前为止呢 还是差一个 五六秒左右啊 是吧 像这种局的话呢 看起来可能就 呃 比较的舒服了 因为呢 双方实力差不多 呃 这里左边有点背 你可以看到左边四个兵呢 分 分散四个刷的 你看右边的兵 两个刷到一起 是吧 这个地方的话呢 左边确实太背了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讲 你打一个礼拜 可能都碰不到四个兵 分四个点刷 那么这位置 你可以看到的 右边这里呢 是 哎呦 好吧 就自己打点 有点小失误 要不然右边 凭借这波运气 基本上就追回来了 这位置左边 直接一个莲花 一中四 看见了吧 山崖上的小兵都中了 这个玩意就是运气 这就是我说的运气 然后双方这个方案之上呢 又有了一定的区别 左边选择不卡兵 我们来看右边 我们来看右边 右边选择卡兵 左边这里不卡兵的话呢 好处是可以直接开场击打 但是呢 右边选择卡兵 哎呦 别连呢 他们这个连招 他们这个连招 他们这个下火源的方案 是我之前啊 我觉得 还是我打下火源的方案最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右边打北连 左边打平活 左边的话呢 就靠什么呢 就靠这个小兵 不那啥 靠那个小兵不干扰 双方这个下火源呢 也是差一套连招 差一套连招 目前位置你可以看 左边看看 左边这个回平是多长时间 7分02秒 看看右边回平是多长时间 7分08秒 还是差第一关的6秒 时间呢 还是没有追上 这里可以看到呢 双方第二关呢 是打了一个平手 彻底的一个烂地 基本上呢 谁也没追回来什么 左边这位置呢 出了一个石头 一个缓慢的一个 这叫招安撞石头 这个石头呢 在你捡石头的时候 扔出去的一瞬间挨打 就会出现这个效果 这个是对速通的一个影响 非常影响 然后你也看到这个位置 右边追上来了 看见了吧 这就是因为左边的 刚才那个招安撞石头 导致呢 右边把这个 前边耽误的时间 全追回来了 那现在的话呢 双方是起狗相当了 看不看见 但是呢 右边这里运气又不好了 看见了吧 右边这个石头 石头是 左边是基本是一个一杂物 右边这个位置呢 是只杂到了俩 所以说呢 现在因为这个运气 双方的这个 时间再次拉开 左边下去 右边这里呢 刚签完兵 看见了吧 刚刚追回来的局势 然后呢 又被拉开了 还是一本运气啊 因为这个东西 就像我说的 那个石头 但凡是你到了 这个水平的一个速通 都会在那个点位置 你在那个点位置 小兵往哪里走 你就躲得不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玩意就没招 然后继续 这个位置呢 选择踢巧 炸巧 然后没炸着胖子 这点很 很得劲 你看右边这里 踢巧炸巧 好吧 也没炸着胖子 但是有个巧 没炸着着 不过呢 被狂蜂之刮死了 不影响 这位置呢 神龙八尾 一打四没打着 左边选择一个 飞盘的一个躲石头 他这里留飞盘的 目的是躲石头 右边这个位置呢 是被石头砸了 但是没怎么影响 因为右边这里呢 被石头直接砸到了 往右那个位置 是不错的 之后呢 双方同时就选择 张林剑青马 然后右边途 捡了个金珠吧 左边金珠捡不捡 没看着啊 这个套路是一个套路 都不会打梦幽 右边呢 选择了一个反撞的神龙八尾 踩一脚 就一个下下A 减上土雷 你看到双方土雷数量都一致 虽然说呢 扔的位置选择的不一样 但是呢 土雷的数量是一致的 这位置独标需要 毒气可以不减 可以不减 对 没去减那个毒气 没有用 之后呢 这里继续 还有又在提操 又在提操 然后这个位置 可以拖个屏幕 他们打这个 不太喜欢透明雾 选择把这个兵打死 其实差不太多 然后呢 这个位置一个金珠 左边呢 遇到了第一杀狗 右边这里是在哪干户了吗 我没看看着 右边这里 血本骂了一丢丢 然后呢 遇见第一杀狗呢 直接上去就揍 运气不太好 第一杀狗没让连 不错 小平大块走到了一处 左边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连招的线往下拉一拉 小平大块一起打 很漂亮 但是呢 小平又跑了 有点背啊 该说 有点背 右边这里也没好点 对 右边那个小太平那边死 他右边 一直想把这个 拖外往左打 做到了 他做到了 然后呢 再反撞 离贴甲远一点 之后呢 左边打完了 加血的位置之一就跑 这就是我 以前说的是吧 好多人说吃口加血 速度还差点 吃加血的时间吗 太差了 如果不差的话呢 双方没有必要 选择同时不吃加血 是吧 之后呢 一个66AA 下柴A 撞掉了黄之宫 然后他这个位置 顺序的话 这个卡兵的方案 我觉得还可以优化 是吧 因为他这个地方呢 是杀完小兵 然后呢 就去卡兵 靠这个钉板 把这个小兵扎死 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喜欢另外一套方案 我喜欢解释猪龙令 然后呢 直接斜跑卡完兵 卡完兵以后呢 再来 不是 卡完兵以后 直接下来 然后呢 用猪龙令清兵 这样呢 清兵节奏会快很多 最后呢 双方选的 头一套路 左边呢 已经来到这张辽 这位置呢 金珠起来 张辽的话呢 速冻方案呢 就是六个金珠 这个账飞 六金珠方案 小兵不管 小兵呢 会在你连招的过程中 自然死亡 这个位置再来 目前的话呢 双方时间很快啊 这个十一分半 打完张辽的话呢 这个时间 就是非常的牛逼了 前面呢 基本就没什么大的失误了 这里呢 积蓄 一个金珠 之后等着起来 最后一个金珠 左边呢 会在十一分钟半结束 可以 刚好的一十一分钟半 右边的话呢 可能会稍微慢个十秒钟吧 那看来呢 第三关的差距又出来了 是吧 第三关的话呢 算整体之间呢 也是左边的领阶 第二关过后 差了六七秒 第三关过后呢 我们来看 第三关过后 差了十四五秒 证明呢 右边这里呢 第三关啊 又落后了七八秒的时间 那么呢 咱们再来看啊 来看看第四关 第四关的话呢 一开场 这个神龙白尾没有打出中式 小兵没有鸟 然后呢 一套连招还打空了 丢一个莲花 剪一个修剑 刚才装错人了 他这里呢 是煤太看清兵 之后呢 神龙狂蜂 直接呢 带走一个小兵 这位置呢 神龙白尾 然后再杀兵 之后这个地儿的话呢 如果 真想把这个速冲时间 往极限拔一拔的话呢 可以考虑像榻子那样 都莲花 只不过 B19来讲呢 确实太难 这个位置 左边没有选择独标 扎三个胖子 我觉得有点亏啊 这个地图 我觉得独标 扎三个胖子 合情合理 我只能说合情合理 看右边 挑好独标 撒胖子一扎 有点衰 运气不太好 反倒是 老板独标 跟左边 一个呢啥了 基本上 一个时间了 然后这位置 土雷一中二 比较的不错 然后连招 稍微挡转 打了个A匡风 A匡风 那是接不上的 可能有点急躁了 之后呢 这个位置是 直接往前跑 他要土雷 土雷直接炸蛇 一个 两个 太贝了 这位置呢 五个蛇只扎 只扎到了两个 然后再丢个土雷 老虎全炸 还不错 这个老虎的运气不错 我们来看右边 同样的画面 土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这把右边 都完全不一样了 四个一炸死 出老虎 老虎再一炸 好吧 他这里老虎 更有千秋吧 各有千秋 但是呢 右边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 卡屏幕的蛇 炸死了 那没事了 那就是 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 然后呢 咱们继续 再看左边清兵 因为这个游戏的声音 我只放给了左边 这个玩意儿 对不对 你又放两个声 炒掉死 所以说呢 咱们还要听一个 背景音乐 最后呢 这里左边选择 先清兵那边 那底下这个枪兵 就会向下跑 哎 他上来了 这俩修剑扔的 这三个修剑扔的不科学 你看右边 你看右边 同样的这个套路 说实话 这三个修剑扔的不太科学 这个地方扔一个修剑 把这两个刀兵 一起按角度炸死 然后再去打点上的一个兵 右边选择 一个修剑都没丢 一毛不拔 那么呢 左边来到了 扔莲花打铁甲的旗号 这个莲花不太给劲 莲花不是太给劲 然后咱们来看右边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追时间的地方了 因为呢 你一旦 你的莲花一中恩 你看 比如像这个一中六 那时间都回来了 看见了吧 这一下 把时间追回了不少 之后呢 左边这里 继续往前奔跑 这个金珠他们都没剪 金珠没剪 我来看一看 这个忍者怎么轻吧 忍者打一个撞 你看这个位置是吧 这个位置 比如如果总看我直播的话呢 我会在 刚才贴甲的场景 捡个金珠 你看右边就捡了个金珠 看不看着 这是双方方案上的一个不同 你看右边这个金珠一捡 你看不看着 左边跟他那俩忍者耽误的时间 右边直接一下秒杀 这就是这个金珠的作用 然后呢 来到了吕蒙场景 直接呢打开场 这没这么好说的了 跟吕蒙就是拼 直接抢 抢招打连断 然后他要是跑了 你骂他 完事了 就是玩意儿 右边的也是团样如死 咱们来看吧 这个位置呢 就看双方谁的吕蒙更听话了 因为这种连招的话呢 只要不是夹兵 基本都不会食物 你看是吧 就看谁的吕蒙让打了 吕蒙落地 不跑 不防 不跳 就可以了 目前来看呢 右边的吕蒙可能不太给劲啊 因为呢 右边这里呢 已经都用了一个修剑 左边的吕蒙呢 目前一直在掌控之中 没有跑 没有跳 没有干扰 一直让打 这是一个几乎 完美运气的吕蒙 你看右边这个就不行了 是吧 右边这里呢 吕蒙 做了魔杖一下之后呢 开始方框出招 起码呢 耽误了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 左边黑屏是多长时间 15分40秒 我们再来看右边黑屏啊 刚才上一关呢 是差了14秒 感觉追回来了不少 15分40秒 右边黑屏 这没追回来 还是14秒啊 好吧 那看来的话呢 这关消防呢 也是造了个平手 之后呢 老套路 九月杖 清这四个水兵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把九月杖不丢 你留在前面呢 是留不了的 好多人说九月杖 留在哪里处 你绝账留着 这个账上金怎么捡 是吧 他根本就完全不懂 这个方案啊 他就是知道 绝账打虚属 伤害高 啊 确实是 但是的话呢 速通来讲 清兵比打boss伤害高 更加的重了 哦 那这里继续 哎 左边这个运气是真好啊 土雷一炸三啊 这个 这个地图土雷一炸三 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地图一炸三是百分之百 有没有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九九吧 这位置土雷又是一炸三 哎 左边这一局的运气真的是好啊 右边这里也是一炸三 我感觉自己玩 那个三国好像没从前 好吧 左边这里呢 选择一套连招带张影机 直接带走啊 右边这里熊不得也是一炸三个 我操 我有空我冲点钱去吧 他们这个运气为什么这么好 然后呢 右边应该也是如此啊 沙漠克打倒追地 然后呢 去打一个张角精 直接带走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之后呢 进地图啊 四个天价比较分散 一手小莲花啊 之后呢 豹子也是一手小莲花 莲花在这安排呢 还算是不错啊 之后呢 他们都不喜欢剪这个金珠啊 我习惯在这个场景 剪两个金珠 他也剪了为啥不用啊 左边不是有金珠吗 选择在这个场景用了个金珠 也行 在这个小兵用了个金珠 也可以的 这里呢 两套活 直接打掉这个小兵 然后第三批不杀 一般都不会杀第三批啊 他这里选择杀第三批 六第四批 其实不太科学啊 因为的话呢 讲道理来讲呢 同样一个铁甲加一个水兵 魔掌打铁甲 是比打水兵快得多的 快得多的 所以说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考虑杀铁甲 留水兵啊 因为这里是不破阵的 百分之百不会破阵 破阵打铝布会比不破阵慢很多 左边呢 选择留铁甲 右边的话呢 就很科学 你看这吧 右边这里呢 选择留水兵 但是呢 其实想来想有差不多啊 因为呢 左边都用了一个土雷 土雷上水兵呢 是有一个非常疼的一个伤害加成 非常疼的伤害加成 然后呢 右边这里呢 开始清贴甲 这位置 哎呦 这这这这这 右边全落了 右边这个蓝铁甲 清贴甲有点落 但是还好 魔掌打铁甲快 之后呢 走到了一个叫做 跳左瓷的环节 啊 我们来看 双方这个跳左瓷 跳左瓷的环节 来了啊 跳左瓷首先第一点 杀不放出来 杀不放出来 第二点陆续放出来 啊 然后呢 这个 先杀杀不可 再杀陆续 不是先杀陆续 再杀杀不可 我们来看 呃 直接开场抢陆续一招 没跑 把追递用完 一二三 他这里选择打连招 那他这么打 应该是想省个隐身衣 啊 他这么打的话呢 应该是双boss 想扔一个隐身衣 啊 我们来看 能不能成功啊 瞅张上是要成功了 他这位置呢 前边那个小飞 没落独标 就想在这用 哎 你看这吧 那这样的话呢 左边的魔掌 省了个隐身衣 但是呢 呃 这个方案的话呢 风险非常高啊 因为呢 一旦这个陆续 跑一下 或者说呢 这个独标都会没中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隐身衣 不光少下来 还要耽误很多的时间 啊 但是呢 他做到了 是吧 他做到了 他既省下了隐身衣 也没耽误时间 右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 两隐身衣方案 啊 一般的话呢 我们都会打这一套 因为呢 省一个隐身衣 在司马仪那个位置 说实话 用了以后呢 未必有太大的陪伤 啊 未必有太大的陪伤 啊 这个玩意其实差不多啊 他这里呢 就相当于在双boss 这批了个运机 啊 然后呢 右边这里呢 就是相当于没有隐身 就在司马仪那批迈运机 其实差不多 反正在哪都是批运机 对不对 之后呢 等这个佐资出场 把沙漠克一杀 完事 啊 完事 这关就跳过去了 两个人呢 应该都是20分钟以内吧 不是 右边20分钟以内过不去 那么呢 咱们来看啊 来看这个 血战独行周啊 来看这关 这关的话呢 左边修剑的数量 要得堪忧 左边呢 只剩俩修剑了 全撇了 然后这里土雷炸 大口熊 人杀人 可以 之后呢 修剑数量呢 暂时还领先一点 因为这个修剑的话呢 对于清兵来讲呢 是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啊 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你看像这个位置 如果有修剑啊 这俩人就一起了 现在没修剑呢 就得稍微慢一点 然后剪一个修剑 剪一个金桌 把这个留了半天的 这个黄之宫 直接呢 给他用掉 这个给他用掉 形式的编码 剪一个废碟到里边丢 剪一个废碟到里边丢 这个调道具略有点慢 之后 呃 看看右边 右边应该是同样的 同样的方案 没什么好多了 方案大体都是这些方案 只不过呢 就是 混在特别的小地方 依照个人的习性 略微有一些 适用于自己的一个更改 大体方向和大体的道具分配 差不多 这个位置 莲花以后呢 有点打扫 左边这个莲花以后呢 他想补一个A 结果补扫了 其实这个马兵呢 你可以在莲花 扔出去的时候 就A他 然后莲花炸了 直接炸死 这都是小戏 然后毒气满了 不用剪了 咱们来看序处吧 这位置还扔了个毒气 炸了个刀兵 他不是有病吗 刀兵一个神龙版 有个死 毒都不一样吗 最后来看 这位置呢 是拆车 左边呢 已经进入了拆车环节 打个防法 莲花清四个兵 有没有 可以 运气非常倍 运气非常倍 轻了俩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运气有点小坑啊 但是呢 不是太影响 因为这俩兵没有分散 这里神龙版尾 把小兵打黑 很可以 最后再来 神龙版尾 然后 别下去找他 他不上来了 你这么下去找他 他反倒会上了 好吧 左边这里反应很快 小兵干扰以后呢 直接开了一个AB 但是呢 右边在左边 被小兵干扰的时候呢 已经把自己的血量 追上来了 左边选择打一手尾连 直接钢一波尾连 然后打一个追踢 还可以 你看右边 同样是运气不好 右边虚楚还手 但是呢 右边这个虚楚 听不懂这招就没打着 你看是吧 这有的时候 这个运气这个东西 真的是说不好 那这样呢 右边凭借这一手虚楚 左边被小兵干扰呢 追回来了一定的时间 之后上电梯 之后上电梯 我们来看这黄盖吧 黄盖没什么 太大的变数 黄盖除非你特别背 黄盖洗身放服 但是呢 黄盖这种怪在 他这里贴甲防御 看啥呢 贴甲防御就耽误了两秒 你看右边 四个贴甲如果一起行 看见了吧 这还 只有个两秒 对不对 之后呢 双方现在呢 就差半套黄盖的 一个连招的伤害了 然后左边这里 是不是我的人 我刚吃完 冷狐了就冷狐了 但是呢 右边这里自己失误了 右边这里呢 黄盖的钻它没躲开 然后右边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 比较古异的运气 就是三下A以后升级了 这边的话呢 打黄盖的连段呢 都会打三下A就撞 他这里呢 三下A升级接不了撞 双方这个黄盖 都不太顺的 都不是一个 完美程度的一个黄盖 左边这里呢 成功击杀 三分零九秒 右边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 可能呢 还得等一会儿 三分零九秒 追地 好 23分17秒 一个呢 是零九 一个是17 现在只差8秒钟了 是吧 前面一路走来呢 还差14秒 现在就差8秒了 这8秒呢 就是来源于第一关 左边选择 普遇一手的 那个特殊措施 这8秒的差距 就在这 剩下的话呢 可以说 整体走下来的话呢 你快一会儿 我快一会儿 没什么太大的差距 之后呢 一看上选择的 亲密方案也都一样啊 进入过后之后呢 都是平活 然后呢 左边推好了独标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独标 预计最好的 就是一个六杀 这个位置也是 很大程度可以六杀 扇形独标 没有六杀 但是呢 不太影响 这位置会选择 还是独标 这位置为什么不选择 飞盘呢 这位置飞盘 其实靠谱 右边我们来看 独标一扎六 运气好 调个飞盘 因为这个飞盘 后边没用了 在这飞 你看是吧 这就像四个兵一起死了 飞盘杀俩人杀俩 他这个独标的话呢 就是特别贪的一个大方 四个如果一下被独标 全扎倒 就省了一个 飞盘倒地的时间 但是那种概率的话 太小了 你就这么想吧 我打青板这个地方 用语书 四个兵都不一定能一起杀 是吧 独标的话呢 可不太靠谱 好吧 说话浪费期间呢 左边来到了绿马 开场型的空阵棋 打一套十一连 打一套十二连 新桌 阻止马王的冲锋 然后呢 再打一套十二连 这个位置虽然说被阻止了 但是没影响 自己的输出都打出来了 这个位置是连招的一个食物 有点坑 右边这里呢 马王好像追回了点了吧 所有也同时兼顾不到 OK 54秒杀马王 我们来看右边 你看右边现在57秒杀马王 差距剩3秒了 看见了吗 左边这里呢 因为被马王顶倒一次 所以说呢 右边追上来了 但是右边这里傻乎乎的 捡了两个道具啊 那两个道具 说实话 你打到最后 你可能都用上 之后呢 来 现在还差一波兵 右边上的一个渡标 直接把这波兵追回来 之后呢 接着往前走 诶 狂风 神龙 清铁甲 这俩兵一起特该子 左边这些兵清的很顺的 右边的话呢 这些兵清的有点坑了 铁甲累去的防御 之后 左边这里呢 修剑再清一波兵 这个渡标可以减 没有选择减 好 现在的话呢 双方只差这两个铁甲了 然后呢 左边这里呢 已经跳好了道具 背面的电梳 正面的毒气筒 右边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 道具的一个 选择 那咱们来看 之后 魅延的 看运气 看在哪呢 这个电梳会不会中火 电梳中火 不掉血 双方的运气都很好 都是一个两电 电梳结束以后呢 直接扔一个毒气筒 然后呢 用这个修剑看兵 这也是这个常用套路了 左边这里 连招失误了 打了一个轻的连段 但是还好 补权了四一 之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是 毒气筒砸 然后呢 继续 之后呢 最后一套连招 左边只有不失误 神龙白尾带走 可以 左边搞定 右边这里呢 被小兵嘎扰了一下 比左边少了一套连招 左边这里 捡起毒标直接跑 可以 不用去加血 没那个必要 这些血量是不会死的 好吧 右边这里选择 多吃了一口加血 你可以看到 多吃一口加血呢 大概耽误个一秒多 小两秒吧 之后选择一个金珠 没有全杀 为什么不用土雷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用土雷的 土雷到后边没用 完全是吧 右边这个土雷 看不看见 这个土雷 就比刚才那个金珠泡补 因为金珠持续时间不久 土雷的持续时间很久 那之后呢 左边这里呢 是接着来 接着往左打 左边这四个铁甲 杀的有点乱 四铁甲 你看右边这四个铁甲 是吧 直接从左往右一杀 很顺 然后再来 最后一个链花交出来 交给四个铁甲 问题不大 然后呢 用修剑倾左边 之后右边这两个得分开杀死 这俩如果一起杀的话呢 关你多个小兵 这都是洗衣 他右边能做的 左边司马一来了 独戏一起先连一套 现在呢 左边有一个衣服的优势 我们来看 能不能把这个衣服的优势呢 化为胜势 这里打一套追递 扔衣服 左边衣服已经启动 右边的伟连还在继续 这也是一如我之前说的 右边开始拼运气了 小兵没来 直接一个金珠起 打一套连招 再来一个伟连 司马一 可以 可以打 左边这里司马一打完 右边呢 也不落后 双方现在仅差一秒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左边的衣服呢 并没有打出预计中的效果 是吧 那么呢 来了 来了来了 这位置呢 是右边是稍微晚见点曹操 诶 有演员 左边这里呢 是出了一个忍者 左边花了一秒钟 清了个忍者 导致双方几乎同时见曹操 那就有意思了 咱们来看 28分钟见曹操 左边毒气筒起命中 右边毒气筒没中 但是呢 右边呢 连招不受影响 一个往左连 一个往右连 我们来 现在来看 右边血量就快追回来了 左边防御了曹操 右边血量就追回来了 各位注意 但是呢 右边跑了 又躲了一招 右边一直在打伪连 左边这里呢 已经有点虚了 不知道你居住不注意啊 但是右边伪连虚了 左边这里呢 选择本扎分打的12连 右边这里呢 依旧在打伪连 我们来看 最后的时间 诶 右边的伪连成功 左边的倒地连 还有一套 我们来看左右谁先翻成 123 看谁先闪光 左边想打完的 很明显是吧 很明显是左边想打完的 所以说呢 这个魔掌 119魔掌速通的记录呢 属于左边这位玩家 一语心声 比右边快了不到一秒 因为呢 前面双方传落地的时候 很明显是右边的魔掌 脚先落的 所以说的话呢 没什么好争议的是吧 就是左边的魔掌呢 略微快了 那么不到一秒 那么最终的魔掌的速通记录呢 也就是28分39秒 后边的小说 也就忽略不计了 这个双屏幕的这个视频的制作 还有解说的话呢 确实是比较的麻烦啊 不知道各位看的 能不能比单视频的开心啊 那么呢 感谢各位班老师的收看 喜欢我做的视频呢 就帮我点击关注吧 那么咱们今天同学之间 不见不散 拜拜